我们看一下Python的字符串 字符串当然是用Python3吧 实际上简单的字符串操作在2和3里面还是非常接近的 几乎没有区别 那么我们已经知道了Python的字符串可以用单引号双引号和三引号连起来 那么我们讲一下字符串的基本操作连函数都不用的基本操作 如果把一个单引号的和一个双引号的再来一个三引号的连在一起会是什么样呢 他们会被自动的连在一起 这有时候是蛮有用的 比如说你需要在一开始用双引号 然后再用单引号 然后再用单引号 然后再用双引号 诸如此类的 这个单引号和双引号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在三引号里面 你可以用单引号做双引号 做三引号 或者用单引号做双引号 他们会被自动的连接起来 你可以看到它的结果 就是说当字符串被并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是会被自动连接在一起的 自动的 这个操作叫做concatenate 那么 数学上的两个操作符可以用在字符串上 一个是乘号 一个是加号 它们可以被用在字符串上 它们可以被用在字符串上 比如说 我们先用一个变量 这是一个字符串 它的读法要叫goodgoo 然后我们要把它乘以三倍 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它被重复了三次 如果我们为了在我们这个操作里面看得方便一点 如果我们把它乘以三或者用三乘以它 结果是一样的 这是乘法 那么有没有加法 加法是有的 ok 它被先乘了三次 然后又被加了起来 因此 乘法和加法两个运算符是可用在字符串的操作上的 那么 两个字符串在一起的时候是被自动的加起来 如果一个变量它能不能和这个 自动的连接起来呢 不 这个时候 是一个错误 是一个syntax error 语法错误 就是说变量和字符串还是 它不懂怎么样把它们弄起来 变量也许是一个类 也许是一个对象 也许是 所以它不懂怎么样把变量 如果你要这样做的话 你可以 还是可以做 你用一个加号 这样就ok了 那么 两个字符串能不能乘起来 不行 只能乘数字 能不能乘几个小数 也不行 只能乘整数 用整数来去乘 再加 字符串当然可以被索引 而被index 被那个标它的位置 有一个系统函数 Line是一个系统函数 它告诉你字符串有多长 这只有这么长吗 对 它有这么长 因为一开始和最后有两个 空格 它有11个长度 那么我们怎样找到第一个 注意所有编程语言里面 几乎都是从0开始index的 从0开始标记的 它是第一个空格 如果你要第一个的话 它当然是 第二个字母就是1 实际上第二个字母就是从 第一个字母结束的时候 就是第二个字母 所以就是1了 GG1就是1了 那么我想要最后一个 我需不需要去把它数一下 你不用去数 你用-1就好了 倒数第一个 是空格 那么倒数第二个呢 当然就是 就是那个第一了 对吧 鎖影 这是鎖影的方法 如果我们超过鎖影值怎么办 超过最大鎖影值 800 88 是index error 鎖影错误 是一个error 那么 同样 负的 也是一个index error 如果我们要 但是注意 有另外一种操作 超过一点没有关系 待会我们立刻 就会看到 为什么 负数的鎖影值 不从负0开始 因为负0等于正0啊 因为 因为0 我们把GG 负一个全部 不要带空格 因为空格常常会把我们搞混 G G G 0 当然是G G -1 当然是D 那么 为什么不给我个-0呢 -0 就是正0啊 对吧 所以 负数鎖影是从-1开始 而正数鎖影是从0开始 倒数第一个就是最后一个 OK 明白 那么 这是字符串的索影 除了索影之外 讲索影的时候 我们正面讲一下吧 Python的字符串是不能够去变化的 是 immutable 是不能变化的 每一个字符串都已经在内存里面分 分好了位置 而且这一部分内存是不能够去更改的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避免在程序编大了以后 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错误 原来以为我有一个字符串 结果没想到后来又变掉了 那样的错误有的时候会很难去debug 那么 它的缺点就是说 每当你用 要一个对字符串做一些操作的时候 你常常需要一个新的字符串来 把 它 它的操作结果弄进去 存到新的字符串里面去 GG0当然是G 对吧 我们能不能把它当作变量一样的用 像我们在竖竹里面 array里面经常用到的 把它变成大写 no 这叫做type error 因为 GG0 它是等于 G 但是 这是 GS用多的缘故 但是 它不是一个变量 你不能变它的值 这就是 用这个小例子说明 Python的字符串是immutable 是不能够改变的 那么 刚才我们讲了 当几个字符串并在一起的时候 靠在一起的时候 中间没有什么东西的时候 它们会被自动连接起来 那么有一个 很好的用途就是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多行的字符串 尤其是 很多行的字符串 但是 这个时候我们 并不想写那么多行 或者说用那个 用那个 那叫什么 三个引号的 三个引号的那种东西 那么这个时候 这样一个方法 就很好了 你看 S0是什么 它被自动的并起来了 你可以自由的写很多行 字符串 有的字符串用单引号 有的用双引号 有的用三引号 爱怎么用怎么用 它们最后都会被自动的并起来 那么 然后那个索引我们也讲了 我们接着讲字符串的slicing 那个字符串的切片 字符串 所谓字符串就是一串字符 在python里面没有字符 这样的变量类型 字符 你要用字符就是 长度为1的字符串 比如说 s它不是一个字符 它是一个字符串 而这个字符串的长度 刚好是1 那么它就是一个字母了 对吧 在python里面没有字符这样的类型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说slicing 这之一呢 还是我们刚刚这个单词 我们怎样获得后四个 或者说我们先获得前四个吧 我们获得了前四个 我们怎样获得后四个 从倒数第四个开始 我不知道最后一个的index 最后一个的那个位置是多少 我直接把它忽略掉 我获得了后四个 我又获得了前四个 我怎样把它切成两半 前面是前四个的 后面是后四个的 你看这有一个 我现在直接再加一个判断进去 它是true 它是true 发现了吗 我要把它切成两半 正好的切成两半 这是一种很简单的方法 前四个和后四个 四颗也是任何一个证数了 对吧 加起来就是原来的字符串 就是说这正好两半的字符串 所以这是一种用法 那么这是在切字符串了 对吧 slicing它叫 最正规的是 最正规的是我拿前两个 这是前两个吗 这是前两个 但是你看到它的index是什么 它的index是0和1 2没有被包括进去 0却被包括进去了 它同样可以把这个0去掉 刚才我们说了 如果你的index那个数值啊 那个标记标位值超过了的话 你是会有那个index error的 现在呢我们给它超过一下好不好 没有 从第四个字母开始 没有 从第五个字母开始 没有 为什么 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 让人觉得方便一点的 特性 在你做这个slicing的时候 就是用这个冒号 来切这个字符串的时候 如果你超过了 它会自己停在那里 它不会再去给你那个index error吧 当然正确的是 是这样 很那个很严谨的 把前面的标记也给它 index也给它 把后面的index也给它 这样是最 这样是最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愿意去数 如果你要数的话 你也不用用手去数 你直接让它给你一个line就行了 那么你要记住 这是9 但是你如果用9的话 它刚好就是一个index error 因为它刚好就是 最后一位的下一位才是9 它的长度是9 但是别忘了 我们是从0开始index OK 这就是Python 字符串的最基本的操作 没有用函数 没有用 库函数 没有用那个正折表达式 没有用regulate expression 的基本操作 OK 好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们再讲 嗯 字符串的函数操作 操作字符串的函数和正折表达式 就到这里吧 谢谢 谢谢